天空蓝色的雨 隆隆落在心里 梦中的身影冻结回忆 默默的守候只为你 盛开在悬崖的花 温热今生的牵挂 岁月中的你相识的脸颊 我却错过你年华 你暗花的泪在心上不断强大 错过的我们又摆了迷范 并离去背影途流 孤独的天下 梦一场爱和秒成杀 模糊了初见识的模样 你暗花的泪时我在心头等待 你的轮廓触通了爱上 和心交锁的目光 忘断了天涯 唤醒了梦里的时光 这一世让思念不相忘 这一世让思念不相忘 在大中宰府的后花园 你拿着匕首问我 是交出镇魂珠呢 还是交出宇文雍 然后在我晕倒之后 假装好人 把我送回了房 当时四下无人 就算我说给别人听 别人也不会相信 平时举止文雅的阎婉姑娘 竟然会做出这样的坏事 你怎么突然变聪明了呢 我倒是觉得是你变笨了 你 好久啊 看来姐姐是明白我的心呀 好妹妹 就算你再聪明 过两个时辰 你就会变成冤死鬼了 初战告示都已经贴出去了 你以为 你还活得成吗 那也就是说 两个时辰之后 你跟你师父相无臣 就将永远都不知道 镇魂珠的下落了 你想起了镇魂珠藏在哪儿 你既想杀了我 又想抢我的夫君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只要你说出镇魂珠藏在哪里 我就有本事让你活下去 相信你 别开玩笑了 不过 看在我们姐妹一场 你又给我送来美酒佳肴的份上 我送你件礼物 这个礼物嘛 就在大司空府的杂物间 杂物间 你怎么会把礼物放在杂物间呢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闲情雅致送我礼物 该不会是一个陷阱吧 人常说 人之将死 齐言也善 反正我是诚心诚意地告诉你了 信不信有你了 元清索 你别得意 你以为 只有你一个人知道镇魂珠在哪儿 就算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那又怎样 大中宅已经下了命令 他要你死 恐怕整个大卓国 没人能让你活 能不能救我的命 就要看 那是真的吗 还是 只是我的梦境吗 殿下 你为什么没来接我 你的心里究竟有没有我 你知道吗 要是我逃不过这一劫 那就只能下辈子 再跟你相见 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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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索是我唯一的亲人 乡家查询案情 清索他是无辜的 他是被陷害的 还不把夫人掺回房去 夫君 看在咱们夫妻的情分上 就算你把他关起来 也比砍头强啊 至少我还能看看一眼 大周律法 其容而戏 闪开 夫君 夫人 夫君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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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大中宰府又有人病倒了 大司空让我过来拿些药材 颜万姑娘 请 走 怎么这么大酒玩 醒醒 醒醒 怎么会这样 要上断头台了 还醉得不省人事 不管那是真罪假罪 立刻给我带走 是 快起来 起来 快点 我要喝酒 我要喝酒 喝酒 主上 清索姑娘好像是喝醉了 老兄 这怎么砍 听大中宰的 大中宰叫你砍你就砍 是 主上 好 清索姑娘这个样子 裴之根本没有机会 询问他有没有想起什么 他必然是想不起什么 才想出这个办法来拖延时间 赌一把寡人到底会不会杀他 那今日 不管他耍什么花样 这个人 我杀定了 夫人 夫人 这可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 武师马上就要到了 夫人还没醒 今天熏的什么响 怎么这么响 公子 真的不去刑场啊 杀人有什么好看的 今天杀的可是园经所 美酒当前 你这话可大杀风景 公子小心 出去出去都出去 都给我出去 快点出去出去 下去吧 吴雪公子还真是镇定啊 你就不怕我 会消掉你的鼻子 仙子还是能爱开玩笑 吴雪哪是淡定 分明是有些愚钝 想来惭愧 吴雪自有指之享乐 未能进得家门真传 真是丢了诸葛家的脸啊 仙子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相无尘呢 你们不是双进双出 如窍似漆吗 他有他的事 镇魂珠 难道你不想要 吴雪自知无能 不敢趟这趟魂水 吴雪公子 名人面前不说暗话 镇魂珠在线 必是一场腥风血雨 谁能笑到最后还是未知 次大护法各自为政 如今湘无尘已然和我联手 要是再能加上吴雪公子你 仙子真是抬举在下 在下只想马放南山 过自由自在的日子 吴雪公子你这番托词可不胜高明啊 不想趟这趟魂水 那你何不在你的小春城逍遥 何必来至长安城呢 我周葛家的小春城 就在周齐两国边界 西至长安 东至夜城 吴雪都是常来常往 怎么就偏偏今日不能来吗 看来吴雪公子是不知道宇文户 今日将要处展原青所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仙子请放心 就算有朝一日 仙子拿到了镇魂珠 得到了青鸾镜 吴雪也断断不会跟仙子抖啊 吴雪只想待在小春城里 过自己逍遥的日子 人世间跟我妙无音有关系的 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朋友 一种是敌人 吴雪不会是仙子的敌人 仙子的敌人 恐怕另有其人吧 谢了 仙子慢走 公子 我们真的袖手旁观 那岂不是让妙无音仙子争了上风 看戏 看戏 对 一场好戏 是 桃花妹妹 打扮得这么明媚 是要去哪儿啊 哼 我就是想泄露行踪 还带上你 这么说 你和湘无尘 已经商量好了如何救原亲所 救她 我和湘无尘为什么要救她 你还不知道吧 就是湘无尘 在宇文护面前告发了原亲所 宇文护才会把原亲所送上了断头台 你们 只要我得到镇魂珠做了四大护法的领头人 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领头人 震魂一出天下计 离商积业百世和武 妙无尘 你不只是想做领头人那么简单 你要的 根本就是天下 那又怎么样 现在谁能得到镇魂珠 就有可能得到天下 难道你不想知道镇魂珠在哪儿 还是 你和原亲所有着什么千奇百怪的关系 你早就知道镇魂珠的下落 我告诉你 如果原亲所要是死了 你们下辈子 都不会知道镇魂珠的下落 为什么 反正信不信有你 我本来想去救原亲所的 可是现在 我也不想趟这趟浑水了 既然你们想玩 那你就和湘无尘 玩个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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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这丫头 怎么会轻易放弃原舅原亲所的机会 是谁给她通的消息 现在这些消息的内容又是什么 她为什么又会说 如果原亲所死了 就没有人能找到镇魂珠了 她到底都知道些什么 好 好 好 这个盖子的原亲所 死到临头还要耍我 好 这里的每一寸地方我都找遍了 哪里有什么东西啊 不要赶紧回去 看看你死得有多惨 好 主上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还坐得住 青所夫人马上就要被处长了 那我能怎么办 难道兄长会听我的 皇上已经下了圣旨 要赦免青所夫人 什么 快 备马去行长 是 主上 时辰快到了 原青所 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现在还是不行 赶快把它弄行 是 这是哪儿啊 这是断头台 送你归西的地方 可我明明记得 是晚上 怎么 一下子又到了白天啊 你少装模作样 姑父 我 我好饿 能不能 给我一个馒头吃啊 都到了断头台上 还想吃馒头 你真的不怕死吗 我怕 我 但是我更怕饿 你是真怕吗 那你为什么面不改色 我 我怕他要死 可是我觉得 有姑父在 我不会命丧于此啊 寡人若是执意要杀你呢 那姑父 我难道 就不想等等严婉姐姐吗 也许她有要事要禀告 这下毒之人并非是我呢 你想拖延 没有没有 我怎么敢拖延这不去死呢 我只是不想让姑父后悔 好一个后悔 寡人倒想看看 寡人让你死 谁能让你活 主上 馒头来了 给她吃 好香啊 吃完了这个馒头 你就好好走吧 圣旨到 圣旨到 大中丹请坚持 皇宫人辛苦了 请到后面喝茶休息 多谢大中宰 大中宰 下毒案另有引擎 皇宫人还没宣旨呢 皇上圣旨是这么说的 皇上分明是让寡人 不要寻思舞弊 认真兼刑 何必多事 皇上的旨意大中宰 必然了弱指掌 是 皇宫人 请 请 圆清索 你可认命吗 就连皇上 都改变不了姑父的想法 我只有认命 只要姑父不后悔 我 死而无怨 刀下留人 驾 鱼 兄长 兄长 请看在小弟的脖面上 将清索从轻处罚 怎么个从轻处罚 小弟以后 会把清索仔细看管起来 让他交代出幕后指使 原来他有幕后指使吗 这 我知道你心疼他 人嘛 维兄不会亏待你的 使身刀 醒醒 兄长 刀下留人 主上 按切有新的发现 这是证据 很好 找到真正的凶犯了 主上 正是他 给大中大夫下毒的是他 给高长公通风报信的也是他 主上 证据确凿 此人已在上面签字画牙 坦了 殿下 不好了 云姑娘好像被突厥兵抓去了 什么 什么 陆云被突厥兵抓去了 是啊 隐藏在突厥剧营里的 细作传来的消息 有一队突厥兵 今天在山路上抓了一名女子 那女子自称是 殿下的未婚妻 成功 砰 进来 启禀殿下 突厥派来使者 向殿下传递消息 请 是 参见蓝陵王 免礼 不知突厥兵户有何剑交 我大突厥兵户 抓到了郑洛云姑娘 据闻 郑洛云姑娘是殿下的未婚妻 是又怎样 此时 郑洛云正绑在大营的柱子上 大突厥业户 要殿下明日日落之前 筹集三百匹锦伯 五百匹骏马 和五百名奴隶来交换 否则 否则怎样 如同此物 这是洛云的银簪 我告诉你 你要敢动他一根寒毛 我让你们突厥人 活不过今晚 请回去告诉你们夜户 姑 立即筹集物资 跟你们换人 是 长公 你真打算用物资换取洛云 这是缓兵之计 我们要尽快 击垮突厥大军 救出洛云 莫非 你有了计策 什么时候动手 就在今晚 你看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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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走开走开 该干嘛干嘛去 走开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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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走了走了 上午走 那边是马方 这边是灵草库 中间是夜户大仗 三者相比较 马方防飞最踪险 你 你 你们两个人 潜入马方 放走所有马匹 是 你 还有你 带领其他人 潜入灵草库 霍中准备好没了 准备好 只要马方有动静 我们马上点燃灵草库 长公 你去救陆云 我去找夜户算账 突厥业务 并非主要 就算是他猜不到我们今夜会偷影 至少要安置陷阱 明月兄 你的任务是接营 是带领他们 配合后营埋伏的将士 冲垮突厥军营 只要我们能够做到 避免节外生枝 安全救出陆云 这一仗 必较突厥大军 退出百里之外 你一定要把陆云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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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叶护 有什么烦心事吗 今天我的心里啊 总是隐隐不安 叶护请放心 有郑洛云在咱们手上呢 亮他高昌宫 想做什么 也要束手束脚 去干啥 怎么会这样 着火啦 着火啦 快着火啦 一虎 小心地方 你房子有炸 是 你们俩 看着他 其他人跟我走 快快快 快 快走 快走 开开 快 快啊 快快快点快 快快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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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长公 你快走 小心 快走 高长公 你终于出现了 要看看你今天的真面目 就凭你这点人 也能困得住我 上 高长公 我饶不了你 快 洛云 成功 成功 洛云 你们一定要 殿下放心 三面前几 他们都逃不了 殿下 成功 保护殿下 殿下收拳了 保护殿下 快 小心 来 军医 伤口有毒 快 拿几毒药 让殿下躺下 把毒箭取出来 好 快 李将军 成功 老云 长公 你醒了 老云 长公 对不起 我还没能去长安城找青所姑娘 就被那些突厥兵抓住了 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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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公 老云 救命 夫人 冰箱 冰箱 我这是在哪里啊 这是大司公府 夫人 你总算醒了 大司公府 这么说 我没死 我还活着 夫人福大命大 死不了的 对了 皇上得知夫人被无罪释放 派人送了好多自补佳品过来 当时夫人还在睡着 连恩都没谢呢 没想到皇上这么关心我 当时还下圣旨免我一死 是啊 我们下人都说呢 皇上真是个好皇上 夫人 您都醉了一整天了 我明明是装醉的 没想到居然真的醉了 凭我的酒量不至于啊 一定是那个盐碗 不知道给我喝了什么东西 幸好不是毒酒 对了 碧香 这府里是不是有一间 放杂物的屋子 里面有一些破椅子 烂盘子之类的 有啊 就在后院 带我去 夫人 您可不能去 为什么 那个主上怕夫人闯祸 就把门窗都给锁了 只有主上有钥匙 主上不允许 夫人不能出去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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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文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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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我出去 你放我出去 夫人 夫人 小心手 没事吧 夫人 老婷 我 主上 皇宫那边已经传消息过去 想必皇上会放心了 大忠在府那边呢 没有动静 没有动静 没有动静就是最大的动静 连日来皇上屡次驳回大肿仔的朝政建议 又在大肿仔要出展原庆所的时候下旨相救 想必此时大肿仔肚子里一定窝了不少的火 你安排下去 全府上下一定要小心谨慎 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是 主上 夫人已经醒了 说要见你 告诉他我没空 他说见不到主上就不肯吃东西 余文宥 当心手啊 放我出去 放我 你疯了吗 主上 出去 我是疯了 你要再这么闯祸闯下去 你会连累我连累 没想到你这么怕死啊 从今天开始 你就乖乖给我待在这个房间里 没有我的允许哪儿都不去去 你以为一把锁就能锁住我吗 那怎么样才能锁住你 用这个 用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怎么会在你这儿 这个怎么会在我这儿 这是你下毒的罪证 是你自己承认的 可大肿仔翻手云覆手语 免去了你的死罪 反将罪证交到我的手里 让我好好照顾你 原青所 这大司公府已经与你脱不开干系了 你就是大司公府里的灾星 你还我 你还 你还我 你敢 这个东西对于你就那么重要 你就那么喜欢它 重不重要跟你没关系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你说的那个人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更何况 在牢里 我已跟你说得很清楚 我原青所与你与文庸 早已恩断义绝 你根本没必要 去大宗宰主上面前替我求情 好 好 既然恩断义绝 那你我之间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从今天开始 你只是我的一个囚犯 我会把你看得牢牢的 别再想找到任何犯错的机会 碧香 是 主上 给我看好了他 要是他敢跑了 或者不听话 你的这条小命就别想要了 是 主上 哼 你 与文庸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我会乖乖听你的话 我 我就是你府里的灾心又如何 你早晚都会放我出去的 夫人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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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救你了 你就别再跟主上吵了 陛下 如果 你们要让我听话也很容易 你去找人 帮我买些东西 夫人需要什么 你确实是在大司空府的杂务间找到这个东西的 是 婉儿不敢撒谎 好 看来 这个局没有白费 叶婉 你是功臣 婉儿不敢 我只是觉得这块布质地非常 秀公怪异 所以才上报给大种仔 这是突厥的贡品 突厥的贡品 前朝大统十一年 叔父未尊大种仔 前世与突厥通好 第二年 突厥可汗向前朝进贡 其中就有这块织物 据说是用树皮制成的 具有蛆虫之功效 放至书画典籍上 累年不会被书虫所扰 可惜前朝皇帝并不感兴趣 又知道宇文雍 喜欢收集古画典籍 所以就赏给了宇文雍 太好了 原青所真的是想起了什么 否则他也不会知道 这宝贝的藏匿地点 这么珍贵的宝贝 竟然被抛弃的杂物间 真是可惜了 可惜的不是这款突厥贡品 而是这个盒子 盒子 端木式族徽 这个盒子便是 盛放镇魂珠的盒子 主上的意思是 镇魂珠果然在大司空府出现过 原君所知道这盒子在哪里 偏在盒子在 但镇魂珠不在 足以证明 原青所拿到过镇魂珠 盐魂 我看你的心愿 暂时是达不成了 原青所 只怕还要活上一阵子 主上哪里话 只要是为了大中宰好 婉儿在所不惜 我当时还觉得事态严重 无法转还 众目睽睽之下 原青所的罪名既定 性命怕是保不住了 没想到大中宰早就准备好了后手 事先绑好了戴死的囚犯来抵罪 后手 还在后面 怎么还不来 这个思域文雍 不知道一天在忙些什么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吗 整天无所事事 我可是大周朝的大司空 大司空 说吧 让人请我来 什么事 大司空 我给大司空 准备了一份礼物 不 把他们弄走 只要能偷到一匹马 就不会再做人质 就能跑回去了 去找爹和娘 还本来偷马 真不知死活 阿虎 驾 来人哪 来人 宇文悠 想不到也有青天啊 你清索你 来人 把他们弄走 来了来了 来了 碧香 快把这些狗给我弄走 主 主上 你们在床上做什么 你们家主上 嫌自己个子长得矮 是在床上装巨人呐 碧香快把他们弄走 宇文悠 你不会是怕这几只小狗吧 我怕狗 谁是我怕了 哦 那你不怕 来 来 小狗狗 好 来吧 去找你们的主上玩吧 来 碧香 还不拦住他 你把他给弄别妄想 我跟大司公玩游戏呢 退下 大司公 你不是不怕狗吗 小狗狗 我们跟大司公玩啊 来啊 哈哈 快点啊 啊 主 主 主上 是不可爱的 你们成天把我锁在房间里 寂寞又无聊 难不成 连养只狗的权力都没有了吗 原青锁 这是本司公的大司公府 话是你说的 我是大司公府的灾星 自然要弄得整个大司公府都鸡犬不宁 不然的话 你承认自己怕狗就行 只要你不怕传出去被笑话 原青锁你始刻而止 要么放我走 要么留下他们 你自己选 来人 主上 碧香怂恿主子作乱 给我拖出去 重打二十大板 主上 主上饶命 主上 手下甘愿替碧香受罚 一人做事一人当 还不把碧香给我拖出去 主上饶命 主上 主上饶命 宇文佑 等等 要么 你把那些东西给我送出去 要么 打碧香二十大板 你自己选 把他们送走 反正 我有的是办法 只要不放我走 我就不让你们过安生日子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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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有一天 我会把你的宠事全都写在书上 要说这镇魂珠 就是威力巨大 大肿仔一说要处斩元青锁 四大护法 全都到齐了 何止四大护法到齐 你没看见 连皇上的圣旨都已经到了吗 是啊 就连皇上都惊动了 这个元青锁 哪来这么谈魅力 不止这些 藏在百姓中间那些人 只是相互牵制 不到最后时刻 绝不出手 这镇魂珠 谁不想要啊 还是师父心思缜密 只是出了一个小小的计策 就逼元青锁想起了从前 婉儿 你想得太过简单了 元青锁那丫头 看上去单纯可欺 可是这个丫头骨子里 可是硬得很啊 她只告诉你 那块布藏在什么地方 就是个例子 再硬还能硬得过宇文雍吗 现在宇文雍把她锁在房里 想逃也逃不了 一个弱女子 我看她能坚持多久 婉儿 你就这么着急嫁进大司空府 你 女子 又将心在夜空中沉默 一转眼变成了最远处的艺火 正在夜空中沉默 一转眼变成了最远处的棵火 属于自己的传说 用了一千年来看破 爱到飞蛾扑火 还说一笑而过 忽眠忽明的沉默 谁还会记得 恨用来解爱情的渴 就让满天的萤火 化作飞舞的烟火 就算剩下的光 越来越微弱 就让前世的你我 开出另一种结构 切开我们心中 几千年等送 几千年的路 就让满天的萤火 化作飞舞的烟火 就算剩下的光 越烂越微弱 就让前世的你我 开出另一种结果 切开我们心中 几千年的锁 切开我们心中 几千年的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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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